那游出會議員說了 立法院打架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不是在看金華城的資料嗎 那很多人以為說 他是要救柯文哲 沒有想到現在看起來 是難道要救自己嗎 剛剛那一場便當會主持人看一下 開會時間是幾點 下午3點45分到4點15分 映曉威說 柯文哲在這裡吃便當吃五分鐘 三點多吃便當 我可能吃下午比較晚 下午茶 映曉威你是不是記錯別場了 這不可能 三點多吃便當 當然便當會是一個名詞 不一定是吃便當 我可能吃沙拉 那都不一定 第二個 這個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蔡壁如 為什麼在蔡壁如呢 蔡壁如2月1號 這個年度的2月1號 是不是去當立委了 他就沒有當柯文哲辦公室主任 然後也換了副市長 辦公室主任跟副市長 換了以後 情勢改變了 所以蔡壁如只要跟大家講 他當辦公室主任那4年 那4年 金華城所有陳情案你怎麼擋的 來得幾次 約柯文哲吃飯幾次 喝柯文哲喝咖啡幾次 多少議員來陳情 通通講出來 然後你把他擋住 就是不讓柯文哲去弄金華城 結果你一離開 換了辦公室主任 換了副市長 就有這個結論 所以蔡壁如應該出來說真話 蔡壁如出來講就好了 然後那個結論 如果單純是議員陳情 那請問應曉威過去4年 就是柯文哲的任內4年 第一個任內4年 有沒有來陳情 一定有嘛 有陳情當時柯文哲 為什麼沒有下這個結論 那為什麼在黃珊珊上任之後 就下了這個結論 唯一改變是黃珊珊當了副市長 辦公室主任換了人 然後柯文哲就下了這個結論嘛 柯文哲你說是議員陳情嘛 那為什麼議員應曉威過去 第一任的4年都沒有陳情過 一句話也沒講過 都沒有議員來陳情這件事情 蔡壁如也都沒聽過 4年前4年 金華城說 你不要聽過 突然做球就這樣 一路順風順土了嗎 忽然間就通通開了這個綠燈了 然後做了這個結論 這個歷史只有誰知道 只有蔡壁如知道 就是市府啊 宋陳情人的這個意見書啊 來讓這個金華城榮基率過關之後 這個之前還有所謂的秘密會議呢 我們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今天柯文哲針對這件事也有說法 時間點呢 是不是神秘會議 在2020年的3月10號 那李正浩就說了 當地有名女性位高權重 而且跟北市政商關係非常良好 還是金華城的牽線人 柯文哲說 是映小威的便當會 是不是映小威呢 因為裡面來看一下市府代表是 柯文哲跟黃珊珊 有人說這個位高權重的人 會不會是黃珊珊 柯文哲事實上在面對這個事情啊 他就四兩撥千斤的 那麼撥掉說是這個台北市議員 國民黨籍的映小威 他的便當會啦 把它撥掉等等啦 那麼映小威有出來講說 這個就是選民服務 說還有其他的事情 12點都說12點 時間太巧合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那麼他們也有出來解釋說 當時是因為呢 那麼有關於這個法院啊 什麼有的不的 就是那個容積率到540% 540的那個事情去陳情 560 560去陳情那個事情啊 可是啊 柯文哲財事的以後說 請把這個具體的東西弄上來了以後 後面的故事就這樣展開 不是這樣子嗎 所有後面的故事都因為 這樣的一個陳情嘛 如果其他的陳情都比照辦理啊 其他的議員的陳情案 也都可以比照辦理 那我們比較沒有什麼話講啊 那麼 但議員其他陳情案有比照辦理嗎 對啊 那檢豬培就說 那個時候重陽進老金 不就早就恢復了嗎 問題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啊 那麼南松山計劃 柯文哲在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有很多很多的狡辯的方式 比如說南松山計劃 要把南松山這個地方啊 工業區變成商業區 那整個擴大變得讓他可以更加的這個發展等等嘛 請問那請問840%的這個容積率呢 超高容積率一瓶換四瓶以上 除了精華層還有別的沒有 沒有啊 而且你還把它大開方便之門 我常講做生意的人啊 他想要多一點840% 我可以理解 但問題是你為什麼給他 法令沒有這個依據 也就是他根本完全不符合所謂的都更獎利條例 你一定你自己弄個什麼智慧城市 我會說一大堆綠建築什麼 你硬要給他 那麼在法令的部分呢 法令沒有可以可供諮詢的 讓你可以這樣子給他 你自己自創的一個給他嘛 所以我覺得檢調單位在精華層的部分啊 還有的啊 好好的這個清查完畢 有關於這些委員裡面 為什麼一個一個反對的 反對罪例的人就不見不見不見的 或者是那麼他的 那個擔任的時間一到了以後就不續聘了 這也是太詭異的一個部分啊 不是像你想要總講的那個樣子嘛 最後甚至於在這個最後一次要過的時候呢 包括宋政麥他們都請假 結果就過了啊 那事實上剛剛大家講的這些東西啊 剛剛他們不是開了一場記者會嗎 記輪車請問他回答沒有 他有回答嗎 他沒有回答 他說哎呀蔡英文怎樣 啊賴清德怎樣 我不要聽別人怎樣 闖紅燈被逮到了以後 警方要開單哦 你為什麼不抓其他人闖紅燈 我知道的是其他人也有闖紅燈幹嘛 我不要管別人闖紅燈怎麼樣 我要知道那130筆怎麼回事 早就報廢的 沒有這個車號的 車號不是計程車 這130筆他都沒有回答 全部都是中央的錯 你知道嗎 我只要知道 哎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都推給別人的話 那你們在查賬 你們開這個記者會幹什麼呢 我要知道的是這130筆是怎麼回事 除了這個所謂的 那計程車的收據之外 有沒有用手寫開的 有沒有 如果用手寫 有沒有手寫開的嘛 有用手寫 我也坐過 客人車我也知道嘛 客人車輸機都會問你嘛 你要不要列印那個電子的 還是手寫的直接給你嘛 有沒有這樣就好了嘛 很多事情那麼開了一場記者會 無幾包 還有最好笑的是 剛剛那個黃珊珊在解釋說 不是96萬的那一筆便當費 說是960跟1100的弄錯嘛 那讚良小姐姐跟你開記者會 說9萬6怎麼回事啊 以後 民眾黨所有的人要出來講話之前 麻煩都查清楚才可以出來講話 否則畫得大聲聲以後 他們人家就說不是這樣啦 9百6而已哪有9萬6啦 我們要相信哪一個人發言 才是真正的 可知這個財信的人喔 好 所以請教一下益川哥喔 那神秘會議這個 我可以相信柯文哲嗎 是不是因為是印小微的便當會呢 因為你看喔 裡面的確有寫到議員的建議 是像是金華城容積爭議案 那市府這邊有回應說 請陳青人把訴求方案 都送到都發局 那讓都委會好好演繹 那當然現在有個說法是 黃珊珊如果你不是 督導都發局的人 你是副市長 你在這一場會議會不會很奇怪呢 那游處會議員也說了 立法院打架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不是在看金華城的資料嗎 那很多人以為說 他是要救柯文哲 沒有想到現在看起來 是難道會救自己嗎 剛剛那一場便當會主持人看一下 開會時間是幾點 下午三點四十五分到四點四十五 印小微說 柯文做是這個會裡面 吃便當吃五分鐘 三點多吃便當 我可能吃下午比較晚 下午茶 印小微你是不是記錯別場了 這不可能嘛 三點我要吃便當 當然便當會是一個名詞 不一定是吃便當 不可能吃沙拉 那都不一定 第二個 這個關鍵在哪裡 關鍵在蔡壁如 為什麼在蔡壁如呢 蔡壁如2月1號 這一個年度的2月1號 是不是去當立委了 對 他就沒有當柯文哲辦公室主任了 對 然後也換了副市長 對 辦公室主任跟副市長 換了以後 情勢改變了 所以蔡壁如只要跟大家講 他當辦公室主任那四年 那四年 金華城所有陳情案 你怎麼擋的 來得幾次 約柯文哲吃飯幾次 喝柯文哲喝咖啡幾次 多少議員來陳情 通通講出來 然後你把他擋住 就是不讓柯文哲去弄金華城 結果你一離開 換了辦公室主任 換了副市長 就有這個結論 所以蔡壁如應該出來說真話 蔡壁如出來講就好了 然後那個結論 如果單純是議員陳情 那請問 應曉薇過去四年 就是柯文哲任內四年 第一個任內四年 有沒有來陳情 一定有嘛 有陳情 當時柯文哲 為什麼沒有下這個結論 那為什麼在黃珊珊上任之後 就下了這個結論 就唯一改變 黃珊珊當了副市長 辦公室主任換了人 然後柯文哲就下了這個結論 柯文哲你說是議員陳情 那為什麼議員 應曉薇過去第一任的四年 都沒有陳情過 一句話也沒講過 都沒有議員來陳情這件事情 蔡壁如也都沒聽過 四年前四年 金華城說 怎麼不聽過 怎麼不聽過 突然做球就這樣 一路順風順土了嗎 就通通開了這個綠燈了 然後做了這個結論 這個歷史只有誰知道 只有蔡壁如知道 蔡壁如你要出來講 再補一句啦 當時都發局 不是正在跟金華城打官司 打行政訴訟 對 那行政訴訟代表人是誰 台北市政府是柯文哲 所以他敢講這個話 人家陳情你就不打官司了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三月多就是換了副市長 換了辦公室主任之後 這個案子就進到了 柯文哲的決策裡頭 才會下這個結論 否則照道理議員陳情 這個結論在一開始就下了 為什麼會拖到第五年 第五年 柯文哲任內的第五年開始 才下了這個結論 開啟了後面 包括都委會的這些討論 如果沒有這個會 不會有後面都委會的這些討論 好 所以請教的原子 那你自己也之前當過議員嗎 突然這樣子 到第五年的時候開綠燈 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你看蘇培就說了 如果議員的便當會 柯文哲照單全送的話 那重陽敬老金早就恢復了 是不是21年資深 失議員之力的黃珊珊 在金華城案子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咧 第一個我覺得議員影響力 沒有這麼大啦 對 如果說議員影響力那麼大 那這個案子其實 一百億喔 這個牽涉到一百億喔 陸陸續續都有議員在陳情 為什麼之前柯文哲都不處理 直到後來才處理 那以前也有議員啊 那為什麼之前都不處理 所以不要推給議員 我覺得關鍵還是 因為李正浩也講 他認為那個有影響力的 那個是黃珊珊啊 那我覺得黃珊珊要把這個事情說清楚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蔡壁如有講一件事情 蔡壁如說黃珊珊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是律師 學法律的 他知道哪些文件不應該出現的名字 像金華城 黃珊珊都沒有任何文件上面 有他的名字 這個是蔡壁如講的 蔡壁如為什麼無緣故要忽然間 把黃珊珊去跟金華城這個連在一起 是不是蔡壁如知道什麼 對不對 所以幾件事情連在一起 黃珊珊可能在裡面是真的有角色 那目前來講我們沒有看到他說明什麼 他只有講說 那個便當會他去世 他是因為他是府會總聯絡人的關係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蔡壁如要特別提到他 所以這個當然要不要講清楚 然後如果不是黃珊珊的話 那柯文哲你就要扛權責嘛 因為你推議員 不管怎麼樣 議員我覺得陳情是會 但是最終決定權還是在市政府 這個是行政裁糧權 是市府給廠商的嘛 你說因為有議員有給我建議 所以我就完全聽議員了 怎麼可能 如果有做議員那有那麼好講 我們有時候要爭取什麼事情都會 有時候要質詢半天或爭取半天 所以真的不用推給議員 好 所以冬浩哥 因為黃珊珊有說他是府會聯絡人 本來就會到現場 可是這場看起來 你其實應該不會到現場的 那其他的如果是位高權重的 女生的代表的話 那也沒幾個啊 主計處嗎 不是吧 當然不是啊 而且黃珊珊跟應小慧 本來在議會以前就同事嘛 我們講白話文啊 這個柯文哲有沒有出席有嘛 市長出席最大嘛 有沒有便當會有嘛 黃珊珊不管他講什麼理由 府會聯絡人都不重要 就你在場嘛 然後這場決定就是有隔天的陳情嘛 問一件事情嘛 你的都發局跟金華城打行政訴訟是什麼時候的事情嘛 金華城就是貪得無厭嘛 560的容金率不滿足要600多嘛 才會跟你打官司嘛 才會跟台北市政府打官司嘛 你一方面打官司一方面你就去吃便當 然後吃完便當 陳情書寄上來 陳情書上來之後呢 發交給誰 都發局 都發局局長討論完之後 上個簽程問柯文哲說 那我們是不是 把他送給都市計畫委員會 就換彭政森接手嘛 彭政森接手的時候就開始找委員來 委員有的贊成有的反對 反對的人就不再找嘛 然後用性別比例把他換掉 對 最後的時候 要過的時候 彭政森趕快再上個簽程給柯文哲 讓柯文哲去蓋章 每一個人都沾一點 每一個人都幹嘛 就是切香腸 我們每一個人有一段哦 可是沒有我的責任哦 有人這樣子幹了嗎 一個秘密會議之後呢 這個金華城案是不是整個開綠燈呢 我們請教他冠廷 因為現在說包括都委 都因為性別比例被換掉 不是剛開始的時候就會選嗎 沒有 很怪啦 除了黃珊珊到底在裡面的角色以外 柯文哲整個市府團隊 對於都省委員 誰要留誰要去 這背後充滿了玄機嘛 首先 友台做了一個調查說 當時在審這個金華城案子的時候 被用性別比例 把一些都省委員 用性別比例把他招 撤換 而這一些 因為性別比例被撤換的委員 就是當時 反對給金華城隆基的委員 列了好幾個 我說真的 我也當過政務官嘛 這是一個很詭異的地方是 性別比例會什麼時候出現 是在勾選委員的時候出現 這個委員會組成的時候 前面就因為性別比例 應該幾個男生幾個女生進去 你怎麼可能會省到一半 突然講 欸是性別比例的問題 某某某某某某 拜拜你們離開 那很奇怪 那宋真麥為什麼被換掉 對 是因為八部都是女生 所以女生太多 所以把女生換掉 當然不是啊 是因為男生太多 那宋真麥為什麼被換掉 因為你不乖 男生太多 所以把女生換掉 對 宋真麥後來是請假未出席 那是誰叫他去請假的嘛 因為他不想要參入 參與這一場嘛 那會有關係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 就是有沒有人先打電話給他嘛 為什麼我講奇怪 關鍵是最後一場會議嘛 2021年9月9號那一場會議嘛 就是阿川剛才點到的這個美甲 他那次會議 該撤換的人被撤掉了對不對 留下來的人 比方說剛才講的宋真麥 或本來的副主委 陳副主委 他們是持反對意見的 就剛剛好都請假未出席 那你看 因為金華城案 現在柯文哲跟黃珊珊 還在同一艘船上 所以政治獻金也不能怎麼樣 這是牽連的 沒有 他們當然是在同一艘船上嘛 柯文哲島 如果因為這件事 你成了 我也成了 對 如果因為政治獻金事情 黃珊珊一定倒嘛 因為黃珊珊是總幹事嘛 金華城案 如果柯文哲倒 黃珊珊是不是也一定倒 因為黃珊珊在裡面的角色嘛 我為什麼講 奇怪的地方很多 我再點一點就好 黃珊珊沒有督導督發局 可是相關的會議居然是他出席 中文 pulls衣服 在《 fail也承認太軸嗎》 阿 阿 阿 牧